台湾地区有7-8成的高龄民众有钙质摄取不足的现象 而长期钙质摄取不足会让骨头中的钙持续流失 一直到老年期只要跌倒 很容易就会造成骨折的严重后果 也因此缺钙危机刻不容缓 要如何从日常饮食中来补钙 一样是告诉你 引发长辈享用着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餐点 依据国民健康署建议 成人每天应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 但实际调查的结果却发现 我国50岁以上人口 每天平均乳品摄取量仅有0.4-0.7杯 远远不足建议量的1.5杯 缺钙危机症悄悄上演 会发现就是比较容易掉头发 甚至牙齿会比较容易松动 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碰撞 就会造成骨折 这些都是缺钙的影响 尤其年长者因为钙质摄取不足 加上运动量减少 没有晒到足够的太阳 而缺乏维生素D 导致骨质逐渐流失 一旦跌倒骨折风险危机大增 不仅身体会受限 更会增加照护者的负担 营养师就建议 可以从日常饮食中 多摄取这些高钙食物 其实生绿色的蔬菜里面的钙含量 也是很丰富的 像地瓜叶 线菜等等的 那小鱼干或小虾米里面的 钙质含量也是很丰富的哦 不只是淡奶类中含有钙质 就连生绿色蔬菜也是高钙食物 营发长辈除了要吃得好 吃得巧 也要注意钙质的摄取 也建议可以适度晒太阳 来活化维生素D 促进钙质吸收 谢谢下家会台东市报道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删达宝 监制 删达宝